哈喽来袭,宜兰山区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气温最低温降至了摄氏零下六度。 由于水气不足,山区并未降雪,原本管制的路段已在今天上午恢复开放通行。 不过包括了太平山森林游乐园区,南山思源崖口等地区都覆盖了一层厚厚的雾松,加上现场白矮矮的雾气,十分壮观。 伊兰警方配合独立山公务队,往南山台七甲三十公里处与明池所台七线六十五公里处进行了交通管制,为加装雪链的车辆一律不得通行。 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也从下午两点起暂停游客入园,提醒下午原定要上山的游客特别留意。 现在时间两点零五分。